哈囉大家好我是小喬 然後還有沒力氣 真的沒力氣 沒力氣在那邊 上一集你在旁邊放空的影片 對 有些人覺得還不錯 就是可以類似這種影片 跟大家分享 這樣還不錯 我就要放空就好了 對 有人說你頭有點油 呵呵 那不是油 那是反光 對 髮指好 沒有 因為最近沒辦法染頭髮 所以就會有布丁頭 髮指好 油油亮亮閃閃動人 沒有 沒有聽過這句話嗎 那是布丁 那是柔柔亮亮 不是油油亮亮閃閃動人 哈哈哈 是被閃閃的 我們在路上不是看到很多汽車嗎 因為不是有Mark Logo 我們就要分享一下說 那個Logo其實很多的商標 它背後都有它的含義 滿街的汽車商標 你可以舉個例嗎 你有認識哪一些 Toyota 然後呢 Nissan 好像都有寫在上面耶 哈哈哈 所以你會認得的都是這個能見度還蠻高的車子 對 據我爸爸媽媽說 我從很小的時候 可能大概五歲吧 嗯 我就可以認得 台灣在路上走的汽車的牌子 其實後來長大以後我發現了沒什麼 我很多客人還是朋友的小孩啊 其實都可以 就是路上 那是什麼 Toyota那個是什麼 什麼Mazda什麼 很多小朋友其實都會 應該是現在小朋友也比較聰明吧 而且小男生應該都對車比較有興趣吧 沒有 我隔壁靈機的小男生 對巴比 然後會翻 會翻裙子 那妳講的是泰山小時候嗎 我不知道 那小時候玩北少女算是啊 我不知道 那妳有印象妳小時候妳可以分辨出什麼東西 食物吧 不是說A菜 空心菜 高麗菜 為什麼是青菜 我覺得食物大家都會分啊 小朋友耶 我要吃洋芋片 我要吃薯條 沒有我就是對青菜 媽媽我要吃麥當勞 有沒有 我要吃堵條 堵條 一定要說堵條 那雞塊要怎麼做 麥克地怪 我今天有整理了一些比較冷門啊 或者是比較有含義的 我覺得比較好玩的汽車商標 跟大家分享一下 但是我發現好像比較大多 我們覺得好像蠻帥的那種商標 好像都是歐洲的牌子比較多 好像日本車啊 都是直接把名字就是用在上面 寫個 Lexus 對 妳一看 Lexus Toyota Nissan 就寫在那個Mark的中間 寫個H 妳知道什麼嗎 Honda 不是Hermes 它其實Honda就是很甜的意思嘛 就烏龍派出所裡面不是有一個 對 對 Honda 它的創辦人就是本田中一郎 H 可是他其實很討厭 他本來也很反對 把他的名字放在那個汽車廠牌上面 他覺得說他的公司是大家的 某一年 那之前 一個叫林露市 提出說那是不是把林露市改成本田市 他就拒絕 因為那時候林露本田的工廠在那邊 而且所有的市民 都是靠著本田這家公司 就是有人在工廠上班啊 有人在他周邊的配件啊什麼 之後他們就覺得說要把它改成本田市 結果被那個社長拒絕 我們之前有去過豐田市 有有豐田 所以本田是不是很討厭 豐田 剛剛說到Toyota 那Toyota的商標是什麼意思 其實他們創立50週年之後才有開設商標 本來只有Toyota而已 我們都叫牛頭牌 它這樣一個mark啊 他們涉及了五年 它那個大圈圈是地球的意思 然後它是一個直的圈圈 對 代表是他們的公司 然後橫的圈圈代表是跟他們買車的人 有交接在一起 所以就是大家新年新手牽手的那種感覺 可是其實啊 你仔細看那個logo 它有把Toyota每一個字 都融合在裡面 我今天沒有打算要講Toyota 對啊 因為第一個講那麼多 又講個HONDA Toyota都講完了 本來那個本田跟豐田 就有蠻多故事可以講的 然後而且我記得那個 我之前有看過Toyota的日劇 我覺得也蠻好看的 我會推薦觀眾朋友去看 Leaders Leaders 領導者 S 領導者們 那個是一個很有名的 叫做 它看起來臉很衰 浩士 佐藤浩士 一個老頭也 這個你就沒有查 我沒有查 我沒有查 真的我真的記得 那蠻好看的 大家可以看 反正以後我們再做一張門的視頻來講一下 好不好 好 第一個 我讓你看一下這個場牌 看有沒有認識 有沒有看過這個場牌 好像有耶 一個十字架 然後旁邊是龍嗎 有人說那是龍 有人說那是蛇 這個是艾快羅米歐 它上面有寫哪 阿發羅米歐 是一個義大利的牌子 然後它的阿法 就是ALFA 就是叫做倫巴第七色之道 阿法的縮寫 然後那個羅米歐的話就是 他們最早是在米蘭 意大利的米蘭 創建的一個汽車公司 它的創造者叫做 尼可拉羅米歐 沒有 阿法就是它的公司的名字 羅米歐就是創辦者的名字 上面是阿法羅米歐 可是旁邊有米蘭 本來要寫米蘭 可是很多人沒有發現 你們注意去看那個 艾快羅米歐商標的那隻蛇 因為它嘴巴裡有叼著一個人 只有它的手跟頭露出來 真的耶 那它的其他的下半身 然後有人就說那個是不是被蛇吃掉的人 當時阿這是一個貴族 米蘭歷史上一個很重要的家族 叫Visconti 然後他們有參加過十字軍東陣 所以左邊才有那個紅色的十字家 最早的時候是因為他們身為俑者 搭了是不知道蛇還是老 救了村莊 所以他們的那個 這個是他們家的logo 竹灰 我覺得這種汽車工業發展很好的 就是他們都會跟都市做結合 跟歷史故事做結合 有的跟神話故事做結合 有人說那個不是和這個人 有人說是那個人從 農林出來 就是有那種蛻變的意思 他是要出來 不是被吃進 剛吃一半 有人是這樣說的 可能覺得這樣講起來 比較不會那麼殘疑 可是我怎麼看 我也覺得他應該是被吞進去 應該是喊救命 你覺得這個logo設計得怎麼樣 我覺得的話 我應該會把蛇放在十字架中間 我沒有 今天沒有要叫你設計別人的logo好嗎 好那我們看下一個 這個 這個 這是什麼 這是什麼 叉子 海參叉 Massarati 這裡有寫啊 Massarati 下面有個英文 可是其實你現在看到這是比較舊版 他2017年以後有做一個微調 就是你現在看到這舊版的叉子比較寬 看起來這個鈍鈍的 不是很鋒利的樣子 所以他後來把它改得比較窄 比較尖銳 看起來就好像吃了會比較痛的感覺 叉子是誰的武器你知道嗎 是海神的武器 海神是誰 海神是雷神的朋友 是嗎 沒有 我亂說的 我還想了一下 我還想說我在看復仇者聯盟的時候有沒有看到海神 他是海神波曬頓的叉子 他也是義大利的牌子 有一個城市叫做波隆納 也是一樣他們城市的棋子的配色 我後來研究的時候 我發現不是海神波曬頓的叉子 他叫做尼普頓 尼普頓 我想說海神為什麼是尼普頓 然後我就開始去研究 說是不是海神有交接過還是怎麼樣 結果我後來我才發現原來海神波曬頓是希臘神話 尼普頓呢 是羅馬神話 可是呢羅馬神話跟希臘神話是一樣的東西 波曬頓嘛 波曬頓不是有兩個弟弟 一個叫宙師 一個叫哈蒂斯 宙師是掌管天 哈蒂斯是掌管陰間 那個海神是掌管有關於水的東西 所以呢 羅馬跟希臘那時候有一樣的故事 只是一個叫尼普頓 一個叫波曬頓 就跟在中國佛教跟道教 比如說佛教就叫觀世音菩薩 道教裡面就叫做慈航真人 所以其實他講的是一樣的東西 就跟那個中國叫做土豆 然後我們就做馬鈴薯 還算是在那邊還蠻大尊的 蠻造得住的神家 蠻造得住的是誰 其實羅馬神話跟希臘神話的關聯啊 其實他們還有很多那個神話故事 那這有需要也要做一集特別專門的視頻 跟大家分享 好 那我接下來這個我要給你猜了 好 先讓你看這個 拉達 對 拉達 這叫拉達 拉達你猜是哪一國車 印度 為什麼 印度拉達 拉達很像對不對 對啊很像 那是蘇聯的車子 哦 好不好 這其實蠻少人知道 這不能怪你 因為這現在路上台灣是看不到的 沒有帶 但我小時候有看過 我在做二手車的時候 他有遇過估過這種車 是喔 對估過一種幾輔車的 那時候從蘇聯來的 其實我們講的現在很多牌子 大概都是在打仗前後 那時候開始工業革命 開始起來 所以很多其實都跟軍事會有一些關係 他有一個很特別 他的備胎 是放在引擎室的旁邊 就是很奇葩的設計 就對了 那其實他做這台車 當初是只有外銷而已 其實不是在他們國內 他只是想要做出一台說 你要賺錢嗎 帶到國外 腰綁著說經濟便宜 好照顧好文秀 自己就可以修這樣 那商標上面啊 你看得出 你覺得他商標畫的是什麼東西 很像是板鞋的 不是 他其實是一個維京船 拉達這個名字 就是維京船的俄文 好 那我們講下一個 認識他嗎 陸形鳥 看起來很像是鳥 還是一隻鴿子對不對 陸形鳥 告訴你心想不是 那他是什麼 傑克的牌子叫斯共達 很多人以為那是一隻鴿子 還是一隻鳥 其實不是 他是一把點 然後上面三根羽毛 就是那時候 印第安民族的頭飾 戴在頭上 他的意思就是 那時候他很精準啊 然後就是想要飛起來之類的 反正就是象徵自由嘛 想要飛啊 象徵快速啊 動感啊 自由啊 精準啊 因為傑克有被德國統治過 他以前其實有做過裝甲車 就打仗的時候 不少人知道台灣其實 2005年台塑集團 就有代理過 可是兩年就GG了 因為他覺得原廠給他車太貴 我應該已經在賣車了 2005年我幾歲 27歲了 對啊 已經賣車了 我現在不知道這件事情 下一個 這個 這很難的 這什麼 你覺得這長得像什麼 維他命C 你有看到C 是不是 對 你不覺得很像一隻雞還是鴨嗎 他嘴巴有個 前面有個嘴 紅色嘴巴 那是什麼 Smart 所以台灣有一個 Smart的汽車社團 就叫小雞頭俱樂部 你覺得這長得像小雞的頭 他是有一個做手錶 叫Swatch 扁很薄 他跟賓士一起合作 的微型車 他的商標裡面的那個C 就代表是combat 就是袖珍的意思 黃色的那個嘴巴 就代表 往這個方向前進的X 很多人都會在台灣很多人問說 到底 有沒有實習幾年的Smart 前面是掛賓士 那個星星的那個賓士logo 才是掛這種小雞的那種logo 其實賓士logo全部都是自己貼的 其實他從頭到尾 都只有 Smart的時候都沒有掛過賓士的logo Smart自己就是Smart 賓士都是自己貼的 1982年的時候 那個Swatch手錶的總裁 又來了 又叫尼可拉斯 尼可拉斯 他的手錶顏色很平凡 想要說 如果我如果用這樣的概念來做 車子的話 應該會很好 開始找人家 因為他不會坐車 他是坐手錶 開始找了很多汽車的車廠 說有沒有人要幫我 跟我一起合作 有沒有人要合作 後來1991年的時候 他說找到了福士汽車 願意跟他合作 結果坐到一半呢 福士汽車就說 我不跟你坐 因為我們接下來 我們要坐很小台車 你坐這個車可能會影響到我們自己的銷量 1982年就想了喔 一直在1991年 好不容易找到有人要跟他坐 結果坐到一半又停 然後又繼續找 最後他就找到了賓士 他中間還找了很多間 都沒有人要跟他坐 最後在1994年才跟賓士簽約 然後1998年就開始量產 開始賣第一台他們的Smart汽車 我覺得他這個故事還滿有趣的 就是一個坐手錶的人 想要坐車的那種概念 他很堅持耶 可能是頭洗下去的 一定要洗完 對 這個是什麼意思 碰辣 你是這樣看嗎 我幫你把它攢一個角度 現代 你認識現代 對 你認識現代 我認識現代 那你覺得現代他 誰寫的 H是什麼意思 為了不要跟Honda一樣 所以故意這樣 對 所以很簡單 你就創造一個蘋果 那你咬另外一邊 或者是你用一個蘋果 已經吃到 就是剩下那個地了 真的是蘋果 要跟貓貓藏這樣 欸不錯喔 所以現代汽車很聰明吧 H弄歪就不算貓貓 對應該是 所以你的意思是現代汽車在貓貓邊 我妹 挖坑給我跳 是有一個意思啦 他是兩個人在握手 喔 可是我覺得很奇怪 為什麼一個要像Michael Jackson一樣 45度腳這樣有沒有 然後另外一個 然後另外一個後仰45度這樣 可是他們延伸說是兩個人這樣握手 眼前這樣 他們站在斜坡上握手 為什麼在斜坡上要握手 一個下山一個要上山 欸欸你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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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樣 大概這樣 一定要握手 他說這個一個代表是他們公司 是一個代表是顧客 不過關於這個現代啊 現實中我發生過一個還蠻好小的故事 一個同行有一天 他就有一個老先生 就跑到他店裡面 然後欸他就看到了他們公司的一台 現代汽車 就欸這車我很喜歡 啊可以試車嗎 啊可以啊去試試試 就買了 買完以後欸開開開 他說欸阿伯 那個一個阿伯 然後那你回去你就5000公里 記得定期去保養 然後阿伯說沒關係 我回原廠保養就好 然後結果回去開了5000公里之後 他就開到HONDA保養 開進去以後啊 欸我要來保養 那個修理廠接待看到 欸阿伯 但是我們這裡是HONDA 你這是現代耶 蛤 啊不是都H耶 說沒有啦 你在HYY 他不是覺得怪怪的嗎 所以他就很生氣的回去找同行 同行說啊 你不知道嗎 怎麼到欸 你都已經買了回去開5000公里 你現在才知道 這是真實發生的故事 那下一個一個 一看就知道啦 什麼 兵力啊 你知道兵力 我知道兵力 因為我以前不知道 我好像有問你嘛 就說這首台子 就是上次被我撞到保險桿破掉 很貴的那一台車 我不要再撞了 好不好 我沒有那個 再創可以再創新高 沒有不行 那不然下次你 你撞那個叉子的 我覺得下一次我要創新高 可能要撞到你 要不然應該很困難 哈哈哈哈 兵力 就是他的名字 B 真的那麼簡單 他那個翅膀說是一種生物叫做準 準鷹 有一種老鷹叫準 他的那個 下降速度很快 他衝到海裡 可以抓到魚 準這個東西有很多的那個 摩托車有叫準 然後有很多什麼 航空 艦 飛機啊 都很喜歡用準這個名字來 他命名 就是感覺就是一種 快的一種象徵 所以他這個旁邊 他也看到有兩個翅膀 準的那個老鷹的意思 兵力有一個很特別的地方 其實他左邊翅膀 和右側右邊翅膀的羽毛 數量不一樣 是喔 對這是一個人姿勢 左邊10根 右邊11根 或者兵力是英國車 其實啊 在原作那個007 他的座駕是用兵力 可是你知道007拍了那麼多集 007從來沒有開過兵力 是喔 對他都全部都開別的牌子 為什麼 這就告訴我們 贊助的乾爹非常重要 所以我們成真乾爹 而且兵力他其實以前有力鏢 是這種一樣有一個翅膀 可是或者是那種 比較立體的標誌 我覺得我反而覺得 力鏢的比較漂亮 這比較漂亮 好像一直抱在前面那種 可是其實為什麼後來 他們都不做立體型的 因為他們怕萬一發生 你撞到人的時候 會被刮到 人會受傷 啊一直 噢刺在肚子裡之類的 那如果是一個女神呢 就是這樣胸部很大的女神 有一個女神 下一集我們做一集 專門的視頻來講 真的有嗎 真的有一個 真的有一個 有翅膀的女神 翅膀的女神 然後是立體的代表 就是勞斯萊斯 喔 我上面講完那麼多年 有什麼覺得 哪一個印象比較深刻的 比較深刻喔 我覺得海神吧 我覺得海神好像 叉子喔 對啊 因為你吃飯都用叉子 哈哈哈哈 你覺得比較親切 沒有我覺得他很像海鮮餐廳 之類的 海鮮餐廳的Mark 哈哈哈哈 好最後一個 最後一個商標 是最屌的 我跟你講 先壓軸 最屌的商標 對 因為你怕大家都跑掉 沒有 這是對 這是最屌一個商標 有沒有看到 這常看到啊 哈哈哈哈 就每天在看耶 你知道這商標代表的含義嗎 就是你的 詩的SHIH啊 這商標這麼無聊 就是一個SHIH 後面的圖片都沒有 任何的含義 就是一個馬路啊 然後這樣走啊 我記得啊 因為我們一起設計 那為什麼會有 藍色跟這個黃色啊 為什麼要入 黃色跟藍色 但是因為我覺得 黃色跟藍色很好看 所以我才用 所以你是模仿IKEA的 哈哈哈哈 我只是覺得他們很搭 對我來講其實是有含義 你有含義 對 很多人其實會問說 我們的LOGO到底有什麼含義 其實它是有的 對我來說 因為本身我就很喜歡 我覺得它這有點像太極的形狀 對 因為我是天秤座 所以我很喜歡那種 要很公平的那種感覺 然後我的道路 我會覺得說 一邊是海 然後一邊是太陽 有陽光有海 然後就是開在一個很舒服的公路上面 而且重點是 這個公路是感覺 我覺得鏡頭是很遠 就代表邁向無限的未來 我本來是在遠方要有一個陽光之類 就奔向一個陽光 我記得我之前有這樣講 好像有 你有說過 後來一直修改 改到最後就一邊海一邊陽光 然後它是對稱的一個圖案 所以這是當初我設計這個LOGO的一個原油 就是說買了我們的車就可以奔向無限的未來 好不好 其實最後一個公司的LOGO還有一個 哈哈哈哈 有沒有 這LOGO也是 這完全就是你自己設計 我都沒有參與 這是潮牌LOGO 可是你最近很少講這個啊 就比較不紅了 很多人都在跟我們要這個商品 真的嗎 你是說T恤 其實我不管是什麼 只要我們的商品有這個LOGO 其實很多人都會想 那它有註冊嗎 也註冊 也註冊好了 我覺得LOGO很屌啊 你不覺得嗎 我覺得LOGO很棒 那你知道這個LOGO的含義嗎 我知道 所以幫觀眾朋友說明一下 這LOGO的含義是什麼 對啊 你知道其實這LOGO的含義 我跟你講 有一次我就戴著這個帽子 然後去健身房 然後結果櫃台小姐說 喔你這帽子很好看 然後我就喔 然後他就說喔 那這個人是 反正他就是希望我說這個含義 我就很尷尬 你知道嗎 然後就我 你要說這也是我老公的圖像就好 然後我真的就跟他講 就跟他講說就是上半身是黃種人 然後下半身是黑人這樣子 然後他一看然後馬上就 那個恍然大霧 對 恍然大霧 喔原來中間那個東西是這個啊 對 他擺像是超級賽亞人的尾巴 所以這個就是代表我的血統 上半身台灣人下半身黑人 那要我跟大家說真相嗎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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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